一百年间女孩的项链二有多美 1930年代股市崩盘 经济萧条 没有压制首饰的创新 反而流行大尺寸项链 只不过材质选人造 造型也一定要出彩 1940年代香奈尔带领下人造珠宝是潮流 尤其是来英识 外形类似钻石 又相当便宜 让女性可以花小钱的光彩多目 1950年代要求女性在任何场合 哪怕只是在家等丈夫都要打扮得体 夸张成套饰品在这时流行于各阶层 1960年代替护你早餐的大火 让珍珠饰品的迅速成为时尚宠儿 造型要复杂 最好配黑色衣服 1970年代盛行豪华式贫穷 红山湖 绿松石 黄铜这些替代了钻石 红宝石等归中材质 但项链又要大尺寸层层叠叠 1980年代解除女性领导人的出现 让时髦女性爱惨了强势造型 项链又夸张越好 夸张到即便到现在也很少有模仿的 1990年代超口成了个性的代表饰品 早没了以前那些奇奇怪怪的寓意 只是一种时尚单品 2000年代色彩鲜艳造型看着 很像你小朋友戴的项链迅速活起来 时髦女士还会几条迭代 2010年代夸张设计的项链再次翻红 材质造型也比之前丰富很多 但要求一定得一眼就能看到 2020年代细细的简单设计款项链 成为时髦精门的挚爱 造型简单 但迭代之后还是很吸引人的